黄金十年记者会 马总统抛出签署 不愿贪 不必贪 甚至蓝绿双方民调 还首次出现黄金交叉 要灭火 马总统亲上火线 布置脸书 po文强调 我爱台湾 烧成灰都是台湾人 会用生命来捍卫台湾 还加码陆广播 各大电台强力放松 我爱台湾 烧成灰都是台湾人 我会用生命来捍卫台湾 这是不容任何人怀疑的 马总统口口声声喊出爱台湾 就算华成灰都是台湾人 不过这话听起来很熟悉 我真爱台湾 我不是在台湾出生 但是我未来一定葬在台湾 我烧成灰都是台湾人 三年多大选前 马总统也讲过一模一样的话 如今大选又将至 马总统再度重申爱台湾 民进党不以为然 每次都是到了选举的时候 他才会强调自己是台湾人 他必须为自己讲过的话 好好地理清楚 扯到出生背景 扯到族群问题都是不好的 和平协议议题争议不断 从公投修法攻防到原罪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但总统依旧没有放弃 在两岸议题抢分 只是这波广告是否奏效 还得看民众是否买单 三地新闻陈利国邱安柔 台北报道 八角鹅 三地新闻前